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是能超过就不东躲西藏 早出来叫板丘烈了 老妖精没有十足胜算 不会以身犯险 所以蜘蛛子才逼过了她的战力 这下看来 老妖精比她想象还要胆小 怕丘烈怕到骨子里了 所以蜘蛛子才敢断言必胜 要知道 她蜘蛛子一直都是把丘烈当成假想敌人 破坏系统的大业 要是丘烈知道她隐瞒的事情 时有八九会和她叫板 所以她一直苦心钻研 如何打败丘烈 被丘烈吓得不敢出门的老妖精啥的 没道理会输 信心十足的蜘蛛子下令战斗分身驻军弱机甲放置 全力对付巨大机甲 其数量大于一千 而战斗分身有一万 战斗分身的实力换算能力值差不多一万多 巨大机甲差不多两万左右 同等或略低于MOTHER 同样战力一万多的人形蜘蛛 四人合力拼死挑战 估计可以同归于尽 就是说 牺牲四个战斗分身可以搞掉一台巨大机甲 蜘蛛子自然不会做这种亏文买卖 战斗的优劣不光是能力之决定 当年 蜘蛛时代的他 多次靠技能战胜强敌 如今 他没了技能 但多年修炼的魔术足以在线技能 能力值什么的不过是摆设 本来咱最擅长的就不是近战 而是中距离蛛丝和毒攻击 加上远距离魔法 见识一下咱的真本领吧 战斗分身驻军 向巨大机甲发动次元斩 一声令下 分身们释放那什么次元斩 所谓次元斩就是用空间魔术斩断敌人所在空间 防御不能的必杀劲 因为威力实在太犯规了 系统内的空间魔法对这种急死系招数做了极大的限制 他蜘蛛子早就在系统外 可以尽情使用防御不能的急死技能 任你巨大机甲载牛 也扛不住这招啊 分身们齐放次元斩了 但是因为对方表面的抗魔结线没有起啥作用 蜘蛛子让自己镇定 慌什么 就是嘛 一时情绪太嗨了 不小心来了个骑射次元斩 仔细一想 次元斩是作用于空间的魔术 机甲表面展开的是阻碍范围内魔法发动的结界 范围内 换句话说就是空间内 结果可想而知 这相性极差啊 这下咋办 蜘蛛子的底牌中 最不讲理的攻击手段居然不管用 剩下的手段就不多了呀 要是不计后果死灭系的腐蚀攻击 虽然肯定管用 可一旦使用分身估计也要消灭的自杀式攻击 这太亏本了 他本体的话还可以用那镰刀 不过一千台要砍到什么时候 再按黑魔术也只能擦不点皮 看来魔术是不管用了 剩下的手段 毒对机器无用 蛛丝只是辅助作用 哎呀 这一下被僵死了 这个 不不不 还没完 还不能放弃 麻玩笑到此为止 他只如此 还是留着一手 绝对能搞定对手 所以才敢这么自信 只不过可以的话 这招想藏着 留在后面 想来想去也没办法 用就用吧 对老妖精专用的特殊炮弹 本来是想对付老妖精本人 不过 放任巨大机甲不管 索菲亚他们可能有危险 只如此 当机立断 本体与空间专门分身链接 空间分身管理的一世界中的一个 从中取出珍贵的特殊弹 这老妖精吝啬弹药的心情 只如此现在可算理解了 这炮弹准备起来超麻烦 可得瞄准着打 只如此看准目标 发射特殊炮弹 击中眼前的巨大机甲 目标的装甲被轻松粉碎 炮弹继续向前 一路击碎好夺入机甲 然后又击回两台巨大机甲 这明显火力过头了的炮弹 到底是啥东东 简单来说就是流星陨石 从太空落下的东东 物质成分上是神话及魔物素材 之前让索菲亚他们炼极时狩猎的 挑选其中耐久最高的 做成炮弹 形状无所谓 只要够硬核就OK 然后还要够难热 保证突入大气圈时不燃进 选好后把炮弹转移到太空 朝星球落下 问题是如何抓住落下的炮弹 事前在落下地点等着 在撞击地面之前 扔到特殊的一空间 里面构造是真空状态的直线空间 进行一会儿就会循环 陨石炮弹在这里面 可以维持进入瞬间的速度 既然速度不变 撞击时的破坏力也不变 只要从一空间取出 就可以释放陨石攻击了 不愧是如此 想到这么妙的保存套路 不过貌似实际操作时超级麻烦 特别是接住坠落的陨石弹 万一没接住 附近一带可是灰飞烟灭 又累人又伤神 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威力绝对靠得住 甚至有点砸舌 总之足够搞定巨大机甲 所谓晴天之伞下雨不愁 只如此一有空间 就一点一点制造陨石炮弹 目前残存数量一万多 前面他爱吐槽老妖精 一千台巨大机甲想要蔑视 他自己要是下个陨石雨 也能毁灭世界了 废话少说 开始清扫剩下的巨大机甲吧 不过要注意弹道 打中友军的事故什么的 一点都不好笑 刚才那一发试射 确实有点先考虑了 不过也正因此 知道了一发炮弹 可以收拾两台以上 炮弹有限 能省则省 尽可能计算轨道 保证两台以上机甲 在一条直线 同时延长线上没有有军 蜘蛛子用千里眼俯瞰战场 计算出几条合适的路线 立马转移战斗分身 到射线上 同时发射陨石炮 一时间爆炸声 其次比弗 看到其中一发 一下收拾了五台 蜘蛛子心里直呐喊 哇塞 简直太爽了 这脑将爆僵的感觉 简直要上瘾 刚才的一击骑射 消灭了不少数量 剩下的巨大机甲 依然行军中 目标不是帝国军和魔族军 就是朝女王率领的植物军团 既然知道方向 那就好办了 陨石炮弹不但威力惊天 发射时的速度也超神 别人再牛也没法躲避 突然从远处飞来的必杀一击 简直防不胜防 不过刚才这一波 对方开始戒备周围 还把目标转向战斗分身们 这下貌似不能偷袭 也不是 分身转移后 瞬间发射 足够出其不意了 正是因为可以搞这种犯规套路 所以系统内使用转移时 准备的其他魔法都会被取消 当年 植物子多次想边转移 边用其他魔法 成神后 他得愿所长 空间魔术 虽然不能直接击破结界 其他套路随便完转 转移分身 取出发射陨石弹 炮弹发射瞬间 虽然用的是空间魔术 除此以外是纯属物理 抗魔结界 根本不管用 植物子又来了一波骑射 可以碾压上尾龙的机甲 毫无抵抗被粉碎 将压倒性强者 用更蛮厚的手段击垮 简直快栽 人形姐妹 望尘莫及的巨大机甲 不难想象 老妖精得花多少人力物力 制造那么多 他植物子 让老妖精的辛苦 一瞬化为物有 简直爽爆了 想象老家伙气爆的表情 足够他吃三万米饭了 即便作为代价 森林一部分消失了 嗯 破坏环境 不好不好 但是但是 不可抗力 必要的牺牲啊 就在植物子 痛快拐机甲时 别住也有了动静 索菲亚和拉斯 对峙山南军一行 不对 山田军貌似好难受 你个索菲亚 都干了些啥 植物子 赶紧去看看究竟 临走前 留下四只战斗分身 让人形姐妹们 各自继承 她们万一遇到危险 可以用分身转移逃走 六只手的幼女 骑着身高 不到一米的战斗分身 这画面 简直那个啥 这就是所谓的 恶心谋骂 看着人形姐妹们 兴致勃勃 驾着分身坐骑 飞驰而去 只如此 一个转移赶往现场 山田军正好抱头倒下 痛苦难难的样子 边上还躺着 半妖精女婆 苗花机友 陪在山田军身边 海林斯 何光龙飞 挡在面前 老师在他们后方 青梅猪马的冒险者 昏倒躺下了 再然后 脑残太子 怒视索菲亚 索菲亚杀气腾腾 也瞪了对方 拉斯看着前世机友们 一脸困惑的样子 只如此物语 拜托 谁来说明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没办法 他只好先制止索菲亚 悄无声息 从背后一把抓住 有股脑袋 给寄生在他脑内的 分身下指令 让他晕翻过去 顺便回收起脑分身 有股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爱上哪上哪去吧 跟他没关系了 索菲亚一脸不满 抱怨主人又妨碍他 只如此心想 我要是不来 你呀早下杀手了吧 至于这么咬啊气齿的吗 是不是骨头不足 多不不干啊 就在这时 一边老师突然叫起来 怎么会这样 蜘蛛子开口向老师打招呼 表示好久不见 搞得索菲亚和拉斯大吃一惊 至于嘛 咱偶尔也会开口打招呼的了 山田君看见蜘蛛子 一边呻吟 一边蹦出一句 若叶桑 然后晕翻过去 蜘蛛子赶紧上去 想给他治疗 突然 有人拦在他面前 娘化机友 一脸严肃 用断了的剑 直指蜘蛛子 看对方一副死也不让过的样子 一番好心的蜘蛛子 着实困惑 把脸转向喊林斯 那家伙不但无视 还一起阻拦他 既然丘烈继续装散 这么看来 山田君的情况 其实没那么严重 既然这样 先收拾混乱的元凶吧 然后索菲亚立马表示 好奇怪啊 主人身上散发不妙的气场 是错觉吗 不 你没有猜错 快给我招供 你干了什么好事 看蜘蛛子责问的眼神 索菲亚慌忙辩解 我啥也没做 每次都怪到我头上 有点不厚道的说 蜘蛛子太不信 这时娘化机友 朝他大好大叫 你是瑞桑吧 你对君做了啥 正当蜘蛛子 想抓住索菲亚脖子 逼人家招供时 拉斯上来辩护 白丧 俺们真的啥也没做 拉斯解释 真要怪的话 是他的错 他砍了半腰女仆 山田君给人家治疗后 突然难受起来 而且女仆 明明是致命上的说 面对娘化机友的责问 拉斯一脸事不关己 表示山田君 肯定是因为 死者苏生技能的代价 晕倒了 拜托 不要乱冤枉人行不 芝蛛子也懂了 肯定是禁忌满击了 之前 故意让山田君 升级禁忌的芝蛛子 顿时冒起冷汗 搞半天是咱的错啊 糟了 还真不能怪索菲亚 正当他想 怎么隐灭真相时 拉斯帮他岔开了话题 指责娘化机友 至于那么激动吗 不就是昏倒了 人家又没死 这里本来就是战场 随时都可能挂掉 你倒好 不过是昏倒 就慌成这样 难不成 尼亚没有做好便当的觉悟 没有失去的觉悟 还敢上战场 拉斯发出的威压 不远处厮杀的帝国军 和妖精都顿住了 羊化机友大汗淋漓 近乎浑身湿透 抖得厉害 勉强站着 拉斯还不依不挠 继续批判 太失望了 不知道真相 没有觉悟 还以为自己是正义 跑这来胡闹 曾经的机友 居然是这么愚蠢 简直太让人不快了 这是最初 也是最后的警告 放下武器 立马投降 要不然 就算是老朋友 俺也照看不误 这就叫觉悟 拉斯气魄吓人 不过 蜘蛛子看他 也是口是心扉 半傲娇 但足以吓到 娘化机友 一下绝望地 坐到地上 这样一来 剩下能动的 老师和光龙飞 附加一个海林斯 飞不解 若叶 你不是死了吗 递给老师的技能 显示若叶死了 蜘蛛子想了想 估计是他神话后 被系统排除了 系统监测不到 形式上显示死了 本来嘛 真的若叶是些神帝 压根儿没转生到这个世界 作为替身的他也没死 何况老师的技能情报 本来就错误不少 只见老师目光看着空虚 估计在确认自己的技能 然后再次问蜘蛛子 你真的是若叶脏吗 蜘蛛子回答 是的 其实不是 但原因复杂 蜘蛛子和地关系 他连魔王都没告诉 这里就当是吧 老师还是不信 蜘蛛子直言 老师的技能 现在显示不了咱 老师清楚了 然后 拉斯和索菲亚 看他对话顺畅 也吓到了 蜘蛛子一边脑内抱怨 我努力一下 这点程度小意思了 一边强行终止谈话 虽然很想叙旧 说明情况 但咱现在有点忙 改天再聊吧 那什么 绝不是他受不了了 是因为情况确实不妙 看索菲亚不靠谱的蜘蛛子 让拉斯率领所有军队撤退 不要管妖精了 山田军他们 就交给海林斯吧 蜘蛛子向海林斯抛尸线 希望能传达他的意思 赶紧让所有人射 不然一会儿他也没信心 不殃及这一代 拉斯表示了解 索菲亚还囊囊 我还能打 蜘蛛子懒得再废话 直接转移离开 奔赴到最激烈的战场 交战双方 一边是最强魔物女王蜘蛛 率领的蜘蛛军团 一边是妖精的最终兵器 那个女王 再看空中的最终兵器 直径十米的球体 长着无数尖刺 看上去像巨大的金属海胆 外表虽然那什么 性能彻牙白 全身的每一根尖刺 其实都是炮身 像地表疯狂地毯式轰炸 炮雨像倾盆大雨 将地面化为焦土 蜘蛛军团连同森林 被一起炸飞 就连女王都无处可逃 被炸得半身不全 女王速度再惊人 也逃不出这广于轰炸 然而 不愧是女王 在这炮雨之下 毫不退缩 张开大口 朝对方释放漆黑的吐息 最强魔物的权力 巨粗的黑色光线 击毁敌人炮弹 并吞噬海胆本体 最后知道太空的光景 瞬间浮现脑海 然而 现实确实 海胆依然健在 女王的吐息 确实直击了 对方却没有躲开 海胆周围的结界 把女王的攻击给消除了 没错 是消除 不是抵御 同样是靠魔术结界 海胆周围的 远比巨大机甲的向度高 女王吐息的话 贯穿巨大机甲的结界 也不在话下 然而 海胆却一点事都没有 女王继续顶着炮雨 拼死发动空间激动 想向对方发动进攻 然而 每走出一步 就被炮弹压制在原地 每中一发炮弹 女王身体就被消去 没等再生 下一发炮弹就袭来 那个妈子的姐妹 竟然毫无抵抗被蹂躏 该死的老妖精 还留了这么牛叉的最终武器 当然 相信再厉害 也难不倒知如此 具体他将如何对应 我们后面接着说 喜欢我们的内容 还请劳烦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为你带来 更多的番局咨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